八百斤的胖子死在了家里 六名消防员要把他抬出去 却犯了难 他们商量好 数到三九十斤 哎呦我去 这是谁放的 多少有点不尊重死者 然后他们互相看了看 却没有一个人承认 这时他们突然想到 这里还有一个人 不由的吓出了一身冷汗 队长硬着头皮 趴上去听了听心跳 又将手伸进裤端摸了摸 这才发现胖子竟还活着 乖挡 消防员费了半天不拉劲 连窗户都炸掉了 才把胖子送进了医院 然而此时又出现了新问题 现在需要给他做脑部磁共振 但眼下仪器的最大承重 只有四百五十斤 而胖子的体重几乎超出了一半 医生们谁也不肯冒这个险 毕竟一台机器价值一千万 然而就没有脾翼好似不敢干的事 他召集来十个人 在面前将胖子抬上去 进行到目前检查还算顺利 报告显示胖子的脑部一切正常 没有猜色的水肿与脑梗 然而这时胖子却突然在仪器里醒来 眼前的景象下了他唬乱扑塞 等医生反应过来已经为时一晚 本就烧复合的机器 听他这一折腾 终究还是塌价了 胖子也顺势滑了出来 这边兵衣还没查出 那面刚刚苏醒的胖子就吃了起来 要不说这心可真大 九族饭饱后的胖子却执意要出院 谁知还没等胖子站起身 他就头一阵眩晕 这个八百件的瘦子 已经十年没下过床 他的纤细的双腿 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他那肥瘦的身躯 刚站起身的胖子一头栽倒 玻璃都碎了一地 乖倒 猴子通过检查报告发现 胖子的饭量明显下降 每队相比之前少吃了三斤 猴子怀疑他得了追虫病 为了证实这一说法 猴子将胖子的头固定在铁架上 拿起电钻就在他的天灵盖上转了起来 脑机还没取到手 胖子却突然失明了 傻也看不到的胖子 害怕的胡乱扑彩 五名医生都差点没摁住他 所幸头被固定在铁架上 医生给他及时补上一针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然而费了半天劲 检查的报告却显示一切正常 妥白毛糊的一场 众所周知 豪斯断命却靠财 他看胖子眼睛瞎了 又推断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然而经过三番四次的折腾 胖子却不干了 愤怒地将药水直接打翻 然而豪斯是什么人 他就爱吃这种硬茶 只愿他一把抓起药瓶 就要给胖子灌进去 胖子也不认怂 两人对峙了起来 无意间豪斯发现 胖子肉糊糊的手上 长满了红色的疙瘩 他心里瞬间有了答案 赶紧让护士给他的手拍了片子 同时将一根一米长的管子 插入他的脖子 随后对支气管和抬细胞进行化验 检查结果正如豪斯所料 卓榮的症状显示 胖子得了小细胞肺癌 这种病产生的副总瘤综合症 会使人失眠与昏迷 而且癌细胞已发生了病变 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无药可救 而胖子甚至自己的时日不多 才选择了自暴自弃 从原本的200斤吃到了800斤 这真是人生无偿 大肠包小肠